基層仿式庄团会一开始 金融市长牛昌就先向出席的里长表示感谢 因为从四港再生标杆计划 到大金融历史场景整合再现 都获得中正区里长的支持与协助 尤其是疫情期间里长的权力资源 以及上个月造成轰动的2022城市博览会活动 更让他点滴在心头 因为疫情期间说实在这是病荒马乱 这个百年碰到的这个大的瘟疫 所以很多地方也许是政府 做得不够周延或者周全 不过非常谢谢各位里长的快速补位 那把这些老百姓的困难 也能够在第一时间里面把它划于无形 我想在这边特别特别谢谢各位 庄团会上里长们针对各项问题畅所预言 其中海公号拆除一般就停工至今 让当地必杀里里长黄志强无法接受 主管的金融市政府裁判处方面的回应表示 这一期案件已经进入文资审议阶段 需等审议结果才能做后续动作 另外舍寮里长范永祥则反映 和一路一间老牌修造船厂长期空污噪音 要求建立封闭式船雾 同样与噪音有关的 还有中沙里长廖文雄反映的 台62甲线快速道路 货柜车进出隧道产生的噪音问题 对此金融市环保局方面说明测量结果 53.345.4分贝 与标准气色分贝相差18分贝以上 算非常高 也符合路障运输管制的一个标准 但是它与背景值来讲 分别大于3.6 15.4 8.7分贝 显示夜间一点到3点 有明显的一个货柜车辆的一个噪音的来源 那我们大概是计算 那个一小时大概有46辆的一个货柜车的经过 也就是说经过的46辆的一个货柜车 民众就会被炒46次 那后续的话我们会持续跟高空级站去协商 看是不是有些改善的方式 例如加装气密窗或者是给影响等等 德意里长张建源则反映 从新二路到新四路的一二路段 停车隔标签磨除不佳 建议配合即将完工启用的基隆塔重新期会 对此林又昌当场请交通署方面研议 并将里长的建议入案评估 记者张其腾金融报道